勞工部今天表示 上个月的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较1月份上涨了0.8% 增幅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测 批发通胀率较上年同期激增了10% 是通胀压力在各个经济层面 依然强劲的另一个迹象 根据勞工部发表的数据 上个月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较1月份继续上涨0.8% 批发通胀率较去年同期激增10个百分点 当中能源批发价格上涨33.8% 食品批发价格上涨了13.7% 上星期的政府报告指 飙升的天然气、食品和住房成本 推动了2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7.9% 是至1982年以来最大的升幅 随着美国由2020年短暂 但又是具有破坏性的新冠病毒 而导致的衰退中迅速反弹 令到公司措手不及 曾先恐后地寻找物资以及工人 用来应对来自政府纾困金的客户订单的意外激增 工厂、港口和货场都承受着压力 发货延迟,价格开始上涨 而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再度推高商品价格 经济学家说 在俄乌战争对能源和其他大单商品市场 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通胀在短期内几乎未有放缓的迹象 投入更高成本生产将会导致未来几个月消费者价格再度高涨 而为了应对物价上涨 美联储今年将会多次加息 由今个星期开始 基准短期利率上调25个基点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